好 那我們第二場議程即將要開始囉 大家跟隨Cloud Native技術時 可能都有看過矽骨牛耕田筆記的相關文章 亦或是曾經與Cloud Native Taiwan User Group 聽過他的線上演講 而今天我們相當榮幸能夠邀請他 擔任我們CostCup and KCD Taiwan 2022的Keynote講者 那我們歡迎邱牛 邱鴻偉 嗨 大家好 聽得到嗎 聽得到 嗨 不好意思這次一些時間問題 沒有辦法回到台灣去做一個 線下直接互動的一些演講 所以這次就採用錄影的方式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些關於EBPF的一些東西 那大家有任何問題時 都歡迎我們直接透過Q&A來進行探討 謝謝大家 OK 那我們就開始播放今天的議程影片 嗨 大家好 我是邱鴻偉 今天很榮幸的可以到CostCup 跟大家分享一個關於EBPF 以及Kubernetes的相關議題 今天這個議題中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從科普的角度來學習一下 什麼叫做EBPF 看一看這個近年來非常熱門的技術 它的一些特質以及基本能力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開始嘗試 以EBPF來開啟新專案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說 在Cloud Native以及Kubernetes的世界中 這些基於EBPF的專案 能夠在哪些方面 強化我們的Kubernetes的衝擊 那我們現在來聊聊什麼叫做EBPF EBPF實際上它是來自於四個單字 而後面三個單字 Berkeley Pactic Filter 它其實是來自於一個舊有的技術 BPF 在我們的Linux kernel中 這個技術存在於久 EBPF是基於BPF的強化版本 所以它是往後延伸 因此我們先來看一下什麼叫BPF 當你對BPF的基本了解之後 你在往後去看EBPF時 你就會有更深的一些體悟說 原來他們的設計是這樣如何承接下去的 好 那BPF這個技術 在 kernel中很久剛才有提到 大部分人可能都不知道說什麼是BPF 但是它的相關產物 TCP Dump 絕對是所有使用過Linux 以及維運人員都使用過的工具 我們會很常使用TCP Dump 來進行一個抓取封包的工作 在抓取封包時可能會有兩種做法 有人會使用TCP Dump 直接把封包全部都抓起來 之後使用Yashark等方式 來進行GUI的方法去檢視 去過濾 也有限在抓封包時 會直接下參數 進行相關的過濾 以畫面中為例 我們在執行TCP Dump時 我們可以直接給它參數 譬如說host 192.168.1.1 代表說它在抓取封包時 它要去比對這個封包的來源 不論是來源或是目的端 它的IP是不是符合192.168.1.1 符合的才會抓出來 才看到結果 那我們還可以使用所謂的TCP and Pol80 這樣的話它就去比對說 這個封包必須屬於TCP封包 且它在TCP裡面的Pol Number 要屬於80 所以使用方法 你可以就是直接先抓下來 然後之後慢慢過濾 你可以在抓的時候 直接讓它先行過濾 而這些過濾規則 實物上都會被轉換成一種BPF的格式 送進Kernel內 在Kernel內幫你去過濾這些封包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架構圖 就是說如果我們想要鑽洗一個類似TCP Dump 可以監聽封包的這種程式 我們可能會怎麼做 首先底下這一層是硬體層 就是我們的網卡 中間是所謂的Kernel層 這上面就是我們的應用程式 包括我們的TCP Dump 所以首先我們網卡進來封包時 進到Kernel後會有一個地方收到封包 相反的在最後面 我們要把封包從網卡送出去前 也會有個相關的函視點 中間是所謂Kernel裡面關於封包的處理 這邊我們就不細談 只讓你知道在Kernel內 會有個所謂的NetworkStack 以及相關的一些Netfilter的Framework 可能關於IPtable之類的東西 幫你處理各式各樣的封包 那我們在寫一個應用程式的時候 如果你有寫過C和C++ 你可能對Saki這個方選可能不會陌生 但是現在其實基本上各種語言 你寫Golain,你寫Java,你寫都沒問題 我們在建Saki的時候 如果你把它設定成RAW Saki 然後最後改一個type是EthernetAll 就代表說它的Layer2 第二層的協定對不對 不管是什麼樣的協定 我都支援 當你下完這種Saki之後 Kernel內就會知道說有人訂閱 就是有人建立一種特別的Saki 當封包進到最初點時 它就會偷偷複製一份封包 把複製好的封包送給你 一樣的在進來 以及出去時 都把封包送給你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樣方法 去建立一個 我想監聽所有封包的應用程式 Tcp-dump就是這樣去完成 還要監聽封包的 有了監聽封包之後 我們想要進行過濾封包 這時候就回來了 前面有提到 在Tcp-dump裡面 它其實是讓Kernel去幫你進行過濾封包 因為對Kernel來講 如果我可以減少 把封包傳遞到User Space的數量 我把這數量降低 其實對整個運動效率來講是更好的 所以這整個過濾的過程 如果可以發生在Kernel Space 而不是User Space的話 對不對 其實整個效率會更好 因此整個BPF的一個簡單架構 就是我們希望讓使用者 就是Tcp-dump的使用者 在User Space 就透過我們的Commet Line 就像這邊 透過這些東西 去描述你要的規則 而這些規則可以動態的送進Kernel內去執行 Kernel內會有一個程式 會有一個方選 根據這些參數去過濾封包 所以可以想成就是 我們在我們的應用程式 Tcp-dump這邊 我們只專注描述我們的需求 那這需求是我們懂的 很好處理的 Kernel這邊有個對應的 BPF的一個框架 可以把這些規則 轉換成一個可運行的方選 然後去過濾封包 那我們如果在執行Tcp-dump的時候 翻譯來看 這邊是個Tcp-dump 你後面有個減低 減低的話 它就類似像是debug概念 它就會把你這個指定的東西 後面的參數 轉換成它最後輸出的格式 這格式其實就是BPF的格式 它其實會被送到Kernel中 那舉例來講 我這邊說我想要以IP and TCP 或是IP and UDP 好 那它把轉換的格式 對應到BPF裡面 那我們就不細談BPF的格式是什麼 只要說它轉換格式過去了 那它裡面就會對應的一些欄位 譬如說 IP 你看到什麼0x0800 0800 這0800其實是一個大家公認的一個數字 對應到我們Kernel內 其實不論是Kernel 或是說像網路上那個公認的標準 只要在E3內這邊顯示0800的 代表它是什麼 網上的疊加是IP 所以只要看到風暴這邊顯示0800的 之後它是IP 那同樣的 當我們寫的所謂and TCP 它就幫我們匹配一個叫做0x6 16境位的6 and UDP UDP它就把它產生一個0x11 16境位的11就是10境位的17 所以對應到這邊的銀浪header 你可以看到說在TCP就是6 17就是UDP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TCP dump 以我們使用的角度來講 我們不需要去記這些數字 我們不需要去知道說 到底真實的風暴裡面它長什麼樣子 我們會用我們習慣用的文字 IP TCP Port 去描述這些我們要的規則 而這些規則會被轉換成特殊的格子 送進Kernel內 Kernel內有個專門的framework 去幫你處理這些 我們輸入好的這些format 然後去過濾風暴 所以一個真實的一個做法其實會是說 TCP dump 會去透過一個library 叫做librarypcap 那它會去把我們的參數 IP and TCP 轉換成BPF的call 轉換成BPF的call之後 它把它送進Kernel內 那Kernel這邊就會有個program 它在那邊去讀你的資料 所以當我們今天的風暴 對 簡易圖就是當它附自己分到這邊之後 BPF會把它抓過來 然後開始去過濾 它過濾完之後 把剩下符合的風暴 才送上去到你的TCP dump 所以這樣的話它就可以大幅減少你要往上送的數量 同時讓整個比對的過程 對 盡可能在Kernel這邊快速的處理掉 導致整個效率會提高 然後你沒有抓學風暴數量也可以提升 好 所以BPF在簡單複習一下 它是一個存在已久的一個機制 它目的是要創造一個快速過濾風暴的一些方法 從使用者角度來講 我們可以找撰寫過濾規則 我們不用去擔心 到底它送到Kernel內怎麼去實做的 會有一個框架 相關的一些SDK幫忙把這些東西送到Kernel內 而Kernel內它會有一個所謂的小VM 一個Verture Machine 去執行這些規則 把風暴套進規則 符合的就往外跑 不符合的就把它丟起 這是一個BPF的概念 所以什麼叫做EBPF E就是延伸了 它把它變得更強 那BPF的概念 他們覺得很不錯 因為我們可以把Kernel跟UserSpace 盡量把它拆開 讓UserSpace的人專心寫它的需求 它不用去考慮到Kernel內怎麼運作 那會有個框架把它送進去 他們希望說 那我們的EBPF讓它變得更廣 因此它會希望說 它能夠支援的情境更加廣闊 不要只是單純的一個風暴過濾的一個框架 而是可以針對各式各樣的情境都去使用 它的概念跟BPF完全類同的 那只不過它使用的一些Term可能會不太一樣 在我們的UserSpace 我們會說 可以鑽寫一個屬於EBPF的應用程式 那這個應用程式 透過SDK透過所有的框架 它可以送進Kernel內 Kernel會去載入這個應用程式 並且去相關驗證它 它要確認說你這EBPF程式不會把Kernel用壞 譬如說你不能有無權迴圈 你不能存取一些非法的記憶體位置 你不能去存取一些NEOPOINT之類的 它幫你檢查 沒問題之後它會執行你的應用程式 同時EBPF為了讓你的範圍可以使用的更廣 不要是所謂的網路風暴 它加入更多的執行點 在剛剛BPF的範例中 我們是在風暴進到網卡 以及風暴出網卡時去執行 那都是跟風暴有關 EBPF希望說它的執行點可以更加的廣泛一點 不要只是在這個風暴進出點 譬如說有人存取到什麼記憶體 有人呼叫到什麼方選時 這些我們都可以進行相關的二次處理 那為什麼EBPF這麼的熱門 為什麼這麼多人 這麼多相關的Kernel的開發者 會喜歡使用EBPF 主要是先回到以前 在過往我們怎麼開發個Kernel的相關應用程式 或者說我想要針對Kernel去進行一些修改 提供更好的功能 第一個做法 我們可以直接修改我們的Kernel code 那修改Kernel code的話其實相對麻煩 你要是找原生的Linux kernel 或是找你們目前常常使用的這種發行版本 找它相關Kernel code之後去修改 去寫你的程式碼 如果你今天想要把這個程式碼合併到上游 到upstream這邊 第一個你要先經歷一個漫長的co-review的過程 因為你要符合整個coded style 還要確認說你的功能不會把舊的方選給弄壞 合併之後並不會馬上release新版 因為Linux kernel它屬於它自己的release cycle 所以你還要等到正式版本試出時 你的目標使用者才有機會使用你合併寫到Kernel內的新功能 那另外一個行徑是 如果我今天我用Kernel code 是我自己會自幹自用 我不打算合併到上游 這種情況下你直接去改Kernel code 其實也無所謂 反正你本來就沒有合併的問題 你沒有跟別人協同合作 你都是自己去使用 但是這種情況下你還是要去改Kernel 任何更動時你要去抓新的Kernel code 去buildKernel 然後你要測試時 可能要把整個Kernel換掉 整個開發的流程其實相對還是繁瑣一點 那相對好的方法會寫所謂的Kernel module Kernel module在build的時候 你終究還是要去include相關的Kernel header 然後在使用時你可能要去load 你的Kernel module把它load進來 那你要注意一下會不會把Kernel module寫不好 可能讓整個Kernel整個crash 整個重開機 那也要注意到當你有任何版本或是API變動時 你的Kernel module可能要重新更新 所以其實對很多過往的Kernel的應用程式來講 在進行開發時其實是相對於麻煩的 而EBPF它讓整個流程完全變化了 我們開發者可以專注於UserSpace 去鑽寫相關的應用 Kernel維護整個EBPF的框架 我們的應用程式會透過框架 在Kernel內的某些特定點去執行 所以我們不修改Kernel 我們就可以鑽寫一些跟Kernel互動的應用程式 來達到我們的需求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鑽寫Kernel的應用程式 我們不一定是要強化整個Kernel 很多時候我們可能是為了違運 我們是想要抓到一些新的資訊 我們想要讓我們的其他的應用程式更加的好用 這是個輔助的功能 那EBPF其實相對於這種應用程式來講的話 它可以做到更方便的去開發 因為我們可以直接在我們的UserSpace去寫我們的應用 然後透過大家會介紹的Hook點 找到特定的時間點去執行這些應用程式 那這邊簡單的講一下EBPF的一個流程 就大概知道一下就好說 其實以我們的開發者來講 我們只要撰寫EBPF的應用程式 接下來會有相關的一些工具 轉成相關的Bycode 把Bycode送到Kernel裡面 Kernel內就會有所謂的Verify 去驗證說你的應用程式足夠安全 前面提到的不會有無窮迴圈 不會遷取到一些非法記憶體 最後你的Compiler 有一個Justine Type Compiler 會把你的Bycode 轉換成最後的Machine Code 並且去執行 那最後一段會使它的執行效率會相對於比較高 所以這邊是一個EBPF的相關流程 畫面中上面是UserSpace 下面是KernelSpace 在KernelSpace有所謂的EBPF整個框架 包含所謂的驗證 然後Compiler以及執行的Machine Code 那我們開發者現在其實專注於所謂的EBPF的Program 去撰寫自從EBPF的程式即可 後面的工具包含說透過LLVM Clan去把你進行Compiler 把它轉換成Bycode 這都有相關的工具在處理 那你就可以很順利的把你的程式送進Kernel內去執行 那EBPF最強的是它擴充了執行點 相對於BPF之後在風暴進出時去執行 EBPF讓它變得非常豐富 那右邊是從Kernel5.17版本撈出來的一個相關程式 就是它現在的EBPF有哪一些hook點 這會點非常的多 它使得我們的EBPF的應用率有非常多 那目前有主大大概有四個方面 包含就是網路風暴的相關處理 你可以做到高速網路應用 或是說你可以進行一些DDoS的一些處理 還有一些治安檢測 我如何可以讓我們的一些治安 對這些安全性做得更好 譬如說我們可以針對System Code 方面的這種去進行檢查 當某個System Code被呼叫時 我們的EBPF就會被呼叫 那我們會檢查說 你現在這個應用程式 是不是不應該呼叫到System Code 那我們可以透過EBPF去進行二次檢查 此外我們可以做一些相關的可觀測性 跟一些系統監控 譬如說我們的EBPF 它可以掛載到Kernel內的方選 也可以掛載到UserSpace上面的各種Library的方選 某些方選被呼叫時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EBPF被叫起來 然後去進行檢查 看一下現在裡面哪些的一些變數 一些記憶體的位置的值是多少 那我們就有機會去得到更細部的一些資訊 來幫助你進行除錯 相反的 然後應該說同樣的 它又可以看到Kernel內非常詳細的資訊 所以當你的應用程式遇到一些 很明顯的一些系統問題 你想進行profiling 哪邊效能不好 以前可能產生什麼火焰圖啊什麼之類的 透過EBPF 我們可以會有一些更底層的資訊 可以告訴你說 可能卡在哪些某些方選卡非常久之類的部分 可以幫助我們有不同的方法去除錯 來進行效能的偵措 那這邊是一張圖來練一下說 到底現在在不同的領域裡面 有哪一些可能的project 首先底下是KernelSpace 我們就會所謂的Kernel Long Time 就包含剛剛提到的EBPF的基本架構 我們可能去幫你進行你的hook 不同時間點可以進行你的EBPF的程式 相關的Vilify去驗證 那目前在SDK 因為你要去開發一個應用程式 其實大家都不喜歡重複造輪子 一定希望說有相關的Library 可以讓我們很方便的去跟EBPF互動 所以有Golan相關的程式語言 有新加價的Library 也有Rost的Library 所以寫這些語言的人 都可以直接使用這些SDK 讓你更專注的去鑽行你的應用程式邏輯 至於你的邏輯最後要如何送到Kernel內 就讓這些SDK幫你進行處理 而基於這些SDK 網上又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專案 這些專案可能來自於Networking 來自於Security 來自於Tracing 或是所謂的Monitoring這些都有 那我們等一下之後 還在跟大家聊一聊這些專案的一些特性 以及他們大概是什麼樣的專案名稱 所以回過來看一下EBPF的相關歷史 它在2014年 它的第一個Patch 被合併到Linux Kernel內 在2015年 它隔年又有個相關專案 BCC 現在算是EBPF裡面非常知名的專案 它基於拍攝一個框架 讓大家可以比較方便的去開發 EBPF相關的應用程式 到2016年 有相關專家叫做Cylian 玩Kubernetes的人可能都有聽過Cylian 它是其中一個CMI Container Network Interface 讓Kubernetes處理網路相關的一個框架 那Cylian是完全基於EBPF去設計的 在2017年 我們的Facebook以及Cloudflare 都有相關的一些文章 和相關的一些內部發展 像以2017年Facebook 他們都使用了EBPF 去搭建了更高效能的Low Balancer 是基於Low Balancer 這個專案後來把它變成開源專案 釋出卡券 那他們的報告中是說 相對於過往的IPVS 就是Virtual Switch 在Kernel內的一種 專門做Low Balancer的一個Kernel服務 使用EBPF的效能 可高達10倍以上 那Cloudflare呢 他們也使用EBPF 來處理關於DDoS相關的一些應用 就是當有大量DDoS的攻擊時 如果使用EBPF來更加的去處理 這種膨胞的攻擊 那他們也針對這個環境 出了相關的Paper 那2019年呢 有另外一個專案 叫做BPFChest 這個專案也非常的知名 裡面有各式各樣的一些工具 那它其實提供的是一種程式語言 就是可以讓你 鑽血相關的一些語法 直接使用EBPF的功能 去監控 去維運 去觀察 系統中的各種效能 到2020的時候 我們的Google GKE Google的Gubernetes Engine 他們正式支援EBPF Cine 以Cine作為它底層CNA解決方案之一 所以你創造GKE的時候 你就可以使用EBPF為 以Cine為其中之一 去搭建你整個Gubernetes的網路 那2021年的時候 我們的EKS Anywhere 這也是Amazon的其中一個EKS的發行版 他們也宣布說 我們可以使用Cine 這套基於EBPF的CNA 來搭建這套EKS 然後2021年 就是隨著EBPF的 就是藥餘族人開始學習到它了 他們第一屆EBPF的賞密 全部都在探討說 什麼叫做EBPF 以及如何使用EBPF 來強化各式各樣的領域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到底EBPF跟Cloud Native 它們現在發展什麼樣子 首先我們這張圖裡面 我們從下網上看 下面就是不同的platform 最原始的還是所謂的Linux run-time 然後後來現在也有所謂的Windows run-time 可以在Windows裡面運行 所謂EBPF的概念 在SDK這邊的話 有Cine主導的EBPF 他們的GoLang框架 可以幫助你 快速的使用GoLang 去開發屬於EBPF的應用程式 在C++方面有所謂的Linux run-time 那Rust這邊只有三個不同的專案 Linux run-time Dash run-time 還有什麼AYA之類的東西 然後再往上 因為EBPF的應用程式 他們也希望說 我能不能讓它散步去包裝 有不同方法讓更多人 方便去使用EBPF的應用程式 所以有相關的套件 像是什麼所謂的LCAF 或是Bumblebee之類的 去幫你打包 發布管理這些EBPF的應用程式 在網上又會有幾個不同面向的應用程式 像在網路以及Service Mesh方面 我們會有最正面的所謂的Cilium 這是以EBPF的出發的CMI 那網路Kubernetes 可能會聽過所謂的Karlico Karlico它也是一套Kubernetes 非常自明的CMI 他們在後來也是支援了 基於EBPF的DataPlane的傳輸 那這個Cashion就是所謂的Facebook所開源的 基於EBPF的Ladflow的LowBalancer 效能更好 還有Murbridge Murbridge這個其實是從Eastio出發 很多人可能聽過所謂的Service Mesh 那Service Mesh裡面的戰爭也是非常的亂 那很多人使用時可能大眾什麼LinkDi Eastio之類的 那在裡面 他們還是會用使用到大量的IPtable 來進行轉換風暴 所以就有個相關的專案說 我能不能把IPtable都換掉 換成EBPF 提供更高效能的風暴處理 那在所謂的Monitoring 以及可貫徹性Ubservability這邊 有不同的專案 他們的阻止都希望說 我們既然可以透過EBPF 從Kernel層出發 去監控你的應用程式 那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說 能夠在不要修改應用程式 不用去改應用程式任何的情況下 去盡可能的挖到一些更有幫助的訊息 譬如說我們可以直接知道 HTTP直接的相關訊息 更強的像這個專案 ECAPTCHA 它直接去抓取你的 OpenSSL的Function Code 所以說如果從本機出發的 HTTPS的風暴 它有辦法知道 你到底送了什麼 就算你已經跟別人建好了 HTTPS連線了 你已經有完整的 Sertificate 因為它是從Library層 直接去注入EBPF 它有辦法知道 你在整個加密前 到底送了什麼資料 對於有這種很細部出措施 這是一個蠻奇妙 可是很好用的專案 在Secure方面 也有開發非常久的Felco 以及由Cidian 生態系推出的Teragone 然後其他算是什麼CubeArmor之類的 那這邊是關於Tracing 跟Profile 可以幫助你去更細部的了解說 到你的應用程式 現在它的呼叫的流程 它的一些效能的指標 怎麼去抓取 那從過往 這種單純讓你本機 文育人員針對單均使用時 後來也整合到Kubernetes內 可以讓你更方便的 把這些應用程式 散落到Kubernetes 然後進行相關的除措 以及偵測 所以來看一下 以Networking來講的話 以CDN為首CNI 算是這邊最知名的EBPF解決方案 他們以EBPF取代了Kubernetes Kubernetes是整個Kubernetes的網路基礎 我們裡面所有的Service 什麼Cluster IP Nopole 這些Service Discovery 都是透過Kubernetes Kubernetes可以使用IPtable 或是IPvs來處理 而CDN直接以EBPF取代了這兩個 提供更高效能的傳輸 在小流量 以及小規模的Kubernetes的衝擊中 其實你可能感覺不到 IPtable或是IPvs帶來的這種負擔 我覺得其實運作很好 可是當你的規模過大時 你可能就發現到這些東西 還有一些相關的overhead Latency可能會提高 同時EBPF 因為它可以從Kernel層出發 所以它可以更準確的知道說 你風包的流向 比如說我今天有個Request 在我們這種Micro Service的架構中 它可能是從A送到B 送到C送到D 它可以把這流向全部抓出來 甚至它可以提供更文細節的是 而A到B花了多少minisecond B到C花了多少minisecond 那未來你想進行尾韻 就是這種效能儲錯時 你可以知道說 Bartonek在哪邊 此外在Service Match這邊 還有相關的一些戰爭還沒結束 因為今年11年就提了一篇說 我們想用EBPF來打造所謂的Service Mesh 那它跟ESTL架構是完全不同的 到底要不要塞卡 這種他們的東西 像這些辯論 討論都還沒有結束 還沒有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 都還在各式各樣的討論中 看哪一種是最終的會被大家的接納 好那今天中午 就是中午前會有另外一場議程 在Cloud Native Taiwan User Group這邊 由John Lin所帶來的另外一個 EBPF網路議程 跟大家聊一聊 更為細部的去看一下說 到底基於EBPF的container 它的網路傳輸是怎麼做的 跟過往沒有EBPF的這些差異是什麼 然後比較以技術方面去探討 它的一些技術細節 所以你對於EBPF的網路有興趣時 歡迎等一下去參加一下 這場由John Lin所分享的相關議程 那我們來看一下所謂的Observability 那它其實就是我們希望可以讓使用者 不需要去修改太多的一些基本應用的資訊 就可以讓管理人員去看到一些細部資訊 那Celian它本身有另外一個專案叫做Hubble 它還是提供了一個GUI 讓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網路流量 那在這個領域裡面 Pixi其實算是一個比較 我覺得算是它發展比較好的一個專案 舉例來講 這邊是一個Pixi的一個應用程式 然後把它裝起來之後它有相同的UI 譬如說我們可以看一下Cluster的資料 你可能會覺得說這些資料 我不是用果fana之類的 都可以看到一些Node的相關資訊 Namespace 然後相關的這種Cluster的概念 可是以EBPF出發的點來看的話 我們看一下 譬如說我隨便找一個HTTP 在你不改任何的應用程式的情況下 它就可以去幫你直接抓取在整個重集中 所有相關協定的一些 像我這邊找的是HTTP 它就把HTTP的所有資料抓出來 你可以知道說從哪一個Source 送到哪一個Destination 它花了多少時間 它的Pix是什麼 還有什麼樣的Messor 它可以把全部抓出來 而且你都不需要去額外的導入 或是修改你的應用程式 只要安裝相關的這種服務進去 它的EBPF直接堆在坑桶內 找到對應的點 直接插入 然後去運算 然後把結果分析出來 那更細部的說像我們這些Pod 像我們顯示果方打去看Path 看到相關的CPU跟Memory 它這把再把你整合起來 同時如果你以前對這種火焰圖有興趣時 你可以看一下火焰圖說 我現在的效能在什麼時間點 大概是什麼樣子 然後如果有相關處理時 可以知道原來哪一個Function 可能是Bottlenet 它再把這東西全部從Kernel內 直接把它導出來 讓我們使用一個統一的界面 去維運監控 你所有Cubernetes裡面的一些相關資訊 好那在Security的畫面的話 這邊主要就是有Filco跟Celian 應該說Filco還是比較老牌的 相對於其他來說的話 它發展蠻久的 它主要是以System Code為基礎 它會去判決說 到底你現在這個呼叫的container 你有沒有資格去呼叫System Code 或者它的參數是否預期 如果有不預期的話 它就只會把你擋掉 因為對於很多CDA來講 其實CVE的方式百百種 你要每一個 應該說對一個Security的狀態來講 你要讓它 針對每個CVE一直不停的更新 一直不停的更新 針對每種CASE去更新 其實是累的 所以它們都在思考說 能不能用一個更加更好的方法 去直接杜絕掉各種不安全的操作 所以它不想說 能不能從Kanon方面 直接進行處理掉 那CELIAN今天也推出一個新的專案 TetroGun 然後它希望說可以強化CELIAN 在這種整個EBPF的生態系 包含Security 那其實連Observability也有進行合作 你可以去觀看各式各樣的風暴東西 最後來看一下Tracing的部分 那Tracing跟Profile的話 它主要是提供各式各樣的工具 讓你去看就是你的應用程式 舉例來講 BPF-Trace它是提供一個相關語言 然後你可以用它去撰寫一些應用程式 然後比如說我想看說 現在的風暴怎麼掉 現在系統中哪邊掉風暴了 那這種程式以前是在單機去部署 然後後來我們有個叫Kubo Control的東西 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Kubo Control本身就所謂 它的Plugin的生態系 所以Kubo Control Trace 就是一個Kubo Control的Plugin 它就可以把BPF-Trace的這些工具 部署到你的Kubernetes內 然後你可以用這些工具進行相關的處作 這邊是一個來自於Kubo Control Trace的一個官方的範例 這範例你可以看到說 首先它執行的Kubo Control Trace Run 然後它首先第一個就是 它要針對你的User Space的Function Code 去探針 去Prob 去監控 跳進去 那它會有些變數 可以抓某個ProcContainer的PID 因為它會從host 宿主機身上出發 那它去抓哪一個 它去抓它的什麼 Main裡面的某個Function CounterValue 它就抓這個Function 然後它抓完這個Function之後 它就去印出它的某些資訊 包括說你的PID是多少 以及你的ReturnValue是多少 然後做事你是什麼POD 因為這是你的目標的POD 然後最後它就可以 它就動態的注入一個程式 從Kernel的概念 穿進去 不算實際上它穿到你的User Space裡面去 它可以動態知道說 你現在這個Function 在運行中 你的ReturnValue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 對一個應用程式進行除錯 你又不想把它砍掉 可是它本身沒有投過相關的一些LOG 把東西印出來時 是有機會透過EBPF這種 比較極端的應用程式 把你跳進這個掛進去 直接去看它裡面 現在Function Code的Memory 它ReturnValue到底是多少 那如果你要記性一些 非常細部的除錯時 是可以考慮說 使用看看這樣的工具 來維護 來加強你的這種除錯能力 所以從結論來看 EBPF它延伸了 並強化了BPF的概念 並將其應用 從PickyFilter 擴充到更多面向 那相對於我們傳統坑道來講的話 它的開發以及部署非常順暢 我們開發人員 只要針對EBPF的應用程式去開發 它的生態系 相關的Hook 讓這些應用程式有更多的可能性 而在目前Cloud Native的生態系中 有很多這些專案 他們都在很努力的發展中 那從四個面向 資安、網路、觀測性 以及profiling方面 所以作為一個維運人員 如果其實有時間的話 我會覺得說 大家可以花一點時間 去選看看EBPF的工具 這些工具 它不一定可以百分百 取代你現有的各種工具 但是它有機會 提供完全不同的面向 從kernel層出發 從更細部應用程式的方選層去出發 提供更多細部的資料 來幫助你去了解你的系統 了解你的應用程式 但未來發生問題時 你會有更好的一些資料 以及更多的這種context 來幫助你說 到底我現在問題發生在哪邊 所以說當效能不好時 你也有機會知道說 Bartonac可能在哪邊 好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 我們非常感謝丘牛所帶來的分享 那接續我們將開始QA的時間 那想問大家有沒有想要問丘牛的呢 有嗎有嗎 那我先問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 對 OK 那請他先 喂 喂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 那個 K8S使用 如果CNI已經用別的情況下 想要 那個切換到C點 使用EBPF的話 會有什麼困難點嗎 好 首先以Kubernetes來講 CNI是以節點為單位 那每個節點中都會放兩個檔案 CNI的執行檔 以及CNI的設定檔 所以對一個Kubernetes衝擊來說 你想要動態切換CNI 這意味著第一個 你要把設定檔那些都要更新 那些所有的節點都要更新 第二個 不同的CNI 分配網路方法 IP的方式會不太一樣 IP網段可能也不同 所以當你換完CNI之後 你就有的那些part 你可能需要把它重啟 把它砍掉 讓它在CNI的階段 重新去呼叫新的CNI 把它叫起來 然後得到新的IP 那新的IP起來之後 你的service那邊可能要等它去進行更新 所以有與之互動的micro service 其他的container可能也要一併重啟 那以實務上來講 會不建議你就有的把它換掉 不過真的要換是 你最好是開新的節點 然後新的節點慢慢的把它換過去 或是說有些人可能會考慮導入 就像類似Motors這種 讓Kubernetes支援多種CNI的架構 你可以用一種比較彈性的方法 去切換你的part 想要使用哪種CNI 這樣的話你可以同時保有兩種彈性 而不會說我硬要把它轉換過去 然後處於一種就是 不是舊的也不是新的狀態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好 那還有人想要問CNI有問題了嗎 那我接續問 那邊那邊 好 有問嗎 那你好 那我想問一下 就剛剛最後有demo到 那個CubeCTL 那個trace的部分 那因為eBPF它可以 它跟BPF比起來 它有很多hook的進入點 然後可以從 KernalSpec可以從System Code的角度去偵測 那我在想說 剛剛既然CubeCTLtrace可以去 不用加Login Code的情況下 就可以去看到Function的Return Value 那它是不是也可以用在 除了Cloud Native相關應用 就是傳統應用程式上 可不可以用這種方式去除錯 可以 所以 所以剛才有提到一個專案 叫做BTF Trace 那個專案其實它裡面所有工具 就是針對於傳統的環境上面 直接去使用 CubeControl則是把那些工具 步到Kubernetes內 但是其實以Kernal角度來講 大家都是Process 大家其實沒什麼本質上的不同 我們都是從Kernal出發 所以回到你的問題 就算沒有Kubernetes 沒有Container 你還是可以用BPF相關的工具 BPF Trace 去監控你 現在環境中 所有運行的Process 各種資訊 那它裡面有提到各式各樣的工具 還有一些相關的語言 可以讓你去做 有些希望你可以去看它的GitReport 裡面大概有四五十種 甚至超多種不同的應用 像我自己滿喜歡 就是說風暴掉哪了 因為在過往以前 其實我們風暴不見時 可能IPtable或是IPBS 其實你更不知道風暴怎麼掉 你可能要去看IPtable的規則 去看什麼減JDrop在哪裡 或者說有些是在Kernal那邊 被Drop掉了 可能是Bub你都不知道 EPPF可以幫你從Kernal Function的Label 去看說你的風暴在Kernal內 是哪個層級 可能被呼叫到K3 給把它移掉了 那老實講 你對Kernal沒有太多概念時 你去看它的旅程結果 你可能會覺得無煞煞 只是說不知道怎麼解讀它 但是當你對Kernal有些基本理解時 你要發現到 這工具可以提供你 非常非常強大的除錯能力 然後可以讓你是達到很多你現成工具 辦不到的細度 好 了解 謝謝 好 那還有人想要問Kernal的問題了嗎 有嗎 有嗎 好 那我要補問一個問題囉 就是我想要問Kernal 就是如果對CNCF有興趣的話 要怎麼加入 首先CNCF這個turn太大了 如果簡單講它是一個 呃該怎麼形容 它是一個Foundation 然後如果你有看過它裡面官網 裡面所謂的landscape 它其實裡面專案非常的多 所有領域都有 Kubernetes只是它裡面最知名的 也是第一個畢業的專案 事實上裡面它包含的專案 從Kubernetes到運算 網路儲存 監控 及包含基本的container 什麼都有 所以其實要做的是 你可以先去看landscape 看你對哪一個專案有興趣 裡面的專案有開源的 也有是不同公司的 也有付費的 那先從你有興趣的先去下手 接下來就是Follow一般開源專案的貢獻形式 不定寫程式嘛 我去使用它給它一些feedback 寫文件 寫issue 這其實都是加入開源的一個方式 只是在CF的世界中 領域太龐大了 我們不我們只有20小時 我們不可能全部掌握 所以找一個自己有興趣的 然後它其實就是一個 一般的開源專案 然後投入它 大概就是這樣 其實沒什麼太多的不一樣 只是找到這幾個方向 是最重要的 好 感謝秋牛的解釋 那還有人要問問題嗎 我們將開放最後一個問題囉 好 如果沒有的話 那如果大家想要在會後跟秋牛做聯繫 可以到它的矽骨牛跟甜筆記裡面 或是到大家的粉絲頁去跟它做互動 那今天的這場議程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 謝謝秋牛 謝謝